而接下来的新闻要特别请农友们注意 2、3月份渐损产季却受到了天和少雨的关系 部分渐损员的渐损核化生育不良 经勘争小组两次现勘后 损害程度超过了20% 达到了农委会现金救助标准 并且也将会从5月2号也就是今天起 开始受理申请到5月11号截止 也特别提醒农友 请尽速前往相公所办理 花莲县农政单位日前 组成勘灾小组到光复乡实地 勘察渐损生长情形 发现部分渐损员渐损皮色泽核化 生育不良出损率低 评估被害面积90公顷 损害程度达20% 已经达到现金救助启动的标准 那这个受理的补助的 而为了协助受灾农友 尽早复根复建保障农产经济收益 经县政府向农委会争取 农委会在5月1号公告 广府乡为办理建筑笋 112年2到3月 干旱农业天然灾害 现今救助地区 受损的建筑笋 救助额度每公顷为4万1千元 那建筑有重点的建筑 其实看待小组有来光复 这边看了几次 那第一次给的建议是因为 在禁令节前后有持续降临的状况 那首给的节目是持续观察 那第二次就是最近一次来看了之后 发现那个出损量 出损量的状况就是没有很好 所以在第二次探查中 给的建议就是有打救助标准 也特别提醒建筑农 这一次灾害现今救助受理期限 到5月11号为止 也请符合申请资格的农民 尽速前往相公所办理 切勿让自身权益受损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